第八場賽事,三班場合,路程1650米 三班賽,跑中距離1650米 起步時,也算出得齊 快點內蕩那邊,聖神威 智取神區粉紅衣服的楊外高飛 潘領的飛輪布,看一看內裏 想戴還是不戴,待會決定 我當來赤馬洪峰 接著馬還有機緣最夢,我當中城區 這裏比較慘,四碟 馬爾代夫反而是二碟 後裏補進來的浪漫魯窩Mae-4 拍攝他初出馬碧海藍天 末以為戽造威武覺醒,也能賣到二碟 包緊尾暫時精準快車 馬臨場起票,起到飛輪布 前面的飛輪布,要戴頭 沒有多難,赤馬洪峰也沒有逼他 碟蘭第三智取神區 二碟第四機緣最夢 過多馬位,楊外高飛,聖神威 三碟居,中城區 這位較難跑 然後馬爾代夫和浪漫魯窩 Mae-3還是碧海藍天 Mae-2在威武覺醒,見到何濟往旁 包緊尾暫時精準快車 上大石斜坡時,步速不是慢 27秒84、23秒77 潘頓這裏控慢馬,飛輪布給他回氣 赤馬洪峰也是追近了少少 碟蘭第三智取神區,我當機緣最夢都騎 然後中城區,楊外高飛,聖神威 內蕩暫時騎不到 馬爾代夫在第八位 內側的浪漫魯窩 又是未騎得住 米米的三匹 機緣最夢,威武覺醒 扔出外蕩 落飛很厲害的精準快車 看看衝不衝上來 進去後直路時,前面飛輪布 這裏緩起後,走不走走 暫時跑道中央帶著一個多馬威 機緣最夢追他 內蕩幾隻馬爭緊威 馬爾代夫,威武覺醒,浪漫魯窩 二、三、四名 這場馬潘頓跑得很厲害 控制都一流 踏著馬,踏著口跑,走得很順 這些喘命馬最重要是走得順 他不介意走快一點 走得不順,很容易又再喘 他就是走得很順 這場馬步速慢不完 走快一點就不用被人拍在旁邊 可能對於這些有喘命問題的馬又好一點 你自己自在一點 他就用第三段來回氣 那一段收慢一點 這場跑得很漂亮 容大夫搞喘命馬 好像也有一手 由岳林天下到現在數都很多隻 武覺醒也是十二檔 學習剛才潘頓跑那隻武林哲磚 放棄前段,留著在內蘭 補出那隻浪漫奧磚就不太幸運 因為聖神威也帶不上去 變成比預期落後一點 這裡想走也走不到 其實他都很準 不過今天拿不到分 僅僅四 但二至四名都是 因為在內檔相差同一個位 他可能比較難 他縮程下來的馬 他沒有加速得那麼好 他也頂住了他 而且他的後備補入 其實可能在準備上也差一點 威武覺醒在裡面 要在內裏 撞一撞 但他的變衝好一點 衝下去的衝刺會比較強 其實你看潘頓這場 其實他帶頭進來直路 他也是跑出中檔 沒有貼爛的 第二名張相片 內蘭威武覺醒 第四名就是浪漫老窩 分斷時間 頭斷17秒84 第23秒77 第三斷14秒44 末斷14秒29 總時間一分40秒34 其實內蘭草場 反而中間那一陣子 可能有些馬踢過 其實相對的草沒有那麼長 可能場地沒有那麼軟 結果大家都趴著跑 都湧出中間 因為你照計 跑馬也是 你省腳程 是其中一個優勢 放頭的馬 一路貼著內蘭當然是省腳程 但都特意入到直路的時候 移出去中檔 那場地的情況 會不會有影響 為何強調這件事 因為一會兒講尾場的時候 又會有些關係 是 但當然 實際上我們現在看這場 第八場賽事 看下去 你說內蘭其實也不是不好 結果有幾隻後上馬 都是在內蘭位置追近的 雖然追不過那隻頭馬 飛輪布 所以今晚其實都是 部速主宰的賽果多一點 場地不是太過不公平 還有今晚其實 跑競馬的時候 都撒些雨粉 但應該沒有什麼影響 沒有什麼影響 沒有壓到地 沒有壓到地 就是其中一件事 因為會不會就是 看完講尾場 講完尾場再講一個問題 第九場是三班千二米 好,尾場的賽事 來到三班千二米的賽事 好,一起步的時候 應聲彈出我黨的精彩勇士 跑慣一千起步 真是想神一點 八進巨星自然都快 雲高八斗都在前面 我當勇敢巨星 特意騎上前面找威懾 在他們後面 還有初出馬的高進鳴區 有拍拆落當合火紅心 然後那一陣 脫開了吊 進寶 以及一代天驕 已經在後些位置 還有另一匹初出馬的 川河營區 尾場 熱門之一的有財有勢 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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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彩勇士第二位 鐵欄第三 雲高八斗 二疊第四 勇敢巨星 這位置很棒 然後合火紅心 內蕩涉上了些 頂出我黨的高進鳴區 還有進寶 川河營區 內蕩那邊是一代天嬌 在美國三匹 有財有水 仍然是很厚 人師寶 包明環看今早 進來直路的時候 前面勇敢巨星 這裏騎上來 過了八進巨星 這裏走得多遠 但後面有隻很厲害 合火紅心 衝上來了 頭內蕩上來有財有勢 最後幾步的時候 勇敢巨星都用了 這裏上來 合火紅心 三下兩會把他追過 第名勇敢巨星 第三名有財有勢 第四名是一代天嬌 其實勇敢巨星 爬得很漂亮 這場馬 輸給合火紅心 沒得好說 惡到小霸王也輸給合火紅心 二班贏兩場 全場就是他唯一 要贏過小霸王 他又沒辦法不跟這個位 因為前面部速其實是很快的 但是這個位必須 他一定要拿 不容易跑 勇敢巨星抽個十當 這場我覺得衰敗又榮 輸給那隻 你不跟前一點又有可能頂 撕不到 撕不到 那都是跑到幾乎贏 你只不過是比一隻更加 級數再高一點的對手 不是高一點 其實應該高很多 小霸王 那看一下潘頓 他有罪有勢 入席路之前 其實他又要避避後題 落後得太遠了 這次就 早段就比較遠 是啊 因為他跟人之波落後很遠 尾三尾二 尾三尾二 兩分 尾三尾二 潘頓就說 因為以他對於今晚跑道的看法 他覺得坐騎在內疊法力上前 就有利發揮 所以他就選擇留在進寶之後勁跑 然後在350米柱的時候 進寶有少許移動 他又要避一避 進寶的後題 所以那裡 踢一踢就不是走得很順 我想他是講這一步 他不是說想拿哪個位置 因為進寶是硬著他 其實他要避他 但剛才說的問題 你見他帶頭入席路馬 去拿中檔 但他又覺得其實在裡面 前中段是有難 好像是好一點的 我覺得進到直路可以走出來 但他在直路這一場 他就選擇走入面會好一點 或者武林至尊也是這樣 剛才他也是走到邀近來蘭 上來的馬就想邀近來蘭 這場又沒有大錯 這場的形勢也不太好 不過我想他也沒什麼理由 合火紅心跑 合火紅心跑 還要鬥運高八斗 外面再上來都會贏 就算你拿位再順一點 都應該贏不到 我現在叫做有回位置 都是合理的 其他馬方面 高進鳴圈是喘名的 不是第一次 他未跑已經喘名 未跑喘名 一跑便有喘名 除了喘名 也很長,快樂 腳 你也不會留意,不要緊 應該也不大影響 今晚九場賽事順利完成了 接下來馬不停提 星期日繼續有賽事在沙田馬場舉行 又有泥地,又有草地 十場加起來 到時再跟大家研究當日的賽事 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